這次的題目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在講草運 那也是哲偶少數的活動在全國的各個地方一起談共同一個主題 雖然每個地方不一樣 你看就是驅逐正義的位置 而這個驅逐問題會跟在地的驅逐正義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台中今天有討論 明天的宜蘭的手帕場也會討論正義軍事正義的問題 那當然美國那邊也是想說他們要討論美國的軍事正義的問題 然後跟我們這樣配合 那所以今天非常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10月4號的時候 會有一個在跟他路前面 碎地保的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請的這些朋友 是要希望說他跟我們介紹 再從無可光臨運動一直到現在的草運運動 它中間的演變是怎麼樣的 那所以呢 就非常歡迎說大家聽完 然後不見得是一定要去參加這個活動 但是至少要有一個意識知道說我們面臨台灣目前面臨的區域最近問題在哪邊 那我們也希望說他們能夠從這個運動本身再帶出一個我們對於制度性的思考 到底我們需要怎麼樣的 住房政策啦 然後面對於房價的 標高到無者程度的時候 然後那樣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都應該都有配套的措施跟想法 在今天在講草運之前 可能有些我想說等一下順序啊 就是從我們先從那個徐岩斐研究員 來跟我們講一下 這是這個草運的運動這個大改革的開始 然後應該是吧 對這個 那接下來是請那個王忠銘 那我們先熱烈掌聲先歡迎徐岩斐 謝謝 然後再來是王忠銘 他也是 少數喔 這個 因為我們都不找政治人物嘛 然後可是他要去選 市議員 然後上次也過來 然後 這個比較特別是 他其實雖然在做市議員選舉 其實他大部分在做一個公共性的議題的倡議 是非常難得 所以請贈大家熱烈掌聲 謝謝大家 再來呢 第三個是 黃毅忠 他就是那個唱阿英九的啦 就是叫阿英九 給娘家 就是他 然後呢 後面他也是 那些大職高中 學生的老師 他是公民老師 願意挑出來實在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就 謝謝 因為大家都要搶著去 叫他一定要出來 因為他長得帥 所以就叫他一定要出來 什麼開氣者回等等 那他等一下還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他在做這件事情的脈絡 好 請坐 第四位呢 是 張琦 是台灣巨隊生技行的本部主人 他 今年十九歲 然後呢 十月四號的時候 是他二十歲生日 所以他這邊就睡地寶 好 大家都可以講 所以 很像的 孫區大概 我們大概都會有十五分鐘 一個時間 就每一個人 差不多十五到二十分鐘 那接下來就在開放大家 可以討論 那我們還是要非常謝謝 牧哲咖啡館 牧哲社會企業 他在 他把鑰匙給 十月星期五 所以 我們可以 一直聊 一直聊 聊到兩點 然後到三點 那也歡迎在九點半之後 還有空的人 可以留下來 今天 今天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 志工比較特別 他說在九點半有到 會準備兩桶的哀玉 可以開始 他有一個文中歌 他還沒有到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大寶小王 一起拿著 就是 會有人帶一些吃喝在這邊 還有 今天還有多位的一個 帶 舒西來的 所以你們如果 肚子餓了也可以吃 那這些呢 都是他們自己帶來的 那如果說你們要自己把東西帶來 也都非常歡迎 也都非常歡迎 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現在就是再次對 掌聲歡迎 徐恩斐 謝謝 各位大家好 剛剛那麼多人我有點緊張 我剛剛 有點緊張 請大家過報盤 我是女民主陣線參土豪成員 徐恩斐 那我今天大概會來講的主題 大概是從我們的行動的一些思考的軌距來倒退這個主題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沒有一個家 然後我們這個行動到底在反應什麼 那可能跟潮運本身的行動 大家如果想要聽他的背景 那些什麼 可能不是我能夠講的 所以我大概就是 講說我們的這群人到底在研究什麼 而且在行動什麼 對於我們怎麼思考有一個家 我們曾經有哪些思考的軌跡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那 呃 呃 大家先不要開話 不好意思 呃 就是關於這樣的土地跟居住的問題 那我們的立場會是覺得說 關於土地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物 它就不應該要做為土地牟利的任何的工具 而且是這樣子的土地是不應該放任做市場 而政府應該要積極介入的 所以我們看到說 現在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因為它的所有權 那所有權 因為它是一個完全物權 它就是完全的壟斷土地的所有其他的價值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問題都會變成說 土地的所有權的人完全的籠罩 完全控制那個土地 而所有的生存權或是居住權 或是文化資產環境等等 通通都更列位於這個所有權 那這樣子是 我們認為土地本來就不應該成為一個謀略商品 而這樣子一個特殊的物權 應該要排除於這個所有權裡面的 這種完全物權的精神 應該是有所限制的 那幫我往下拉到 往下拉到下面的文字 謝謝 謝謝幫我縮小一點 那如果回到說我們的中華民國的憲法 它的143條它是怎麼說的 它是說我們中華民國領土內的土地屬於國民權體 土地屬於國民權體 而且人民依法取得 取得之土地所有權 應受土地之保障與限制 那這條法律我覺得它的基本精神應該是說 土地這個基本精神是屬於公共權體的 而是有一種公共財公共性的性質在裡面的 而它後來這個法律的後續則寫說 人民的依法取得的土地所有權 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 所以不只是重點是法律之保障 而是第二點我們認為是有所限制 就像國父說的 關於土地這件事情應該要節制私人資本 所以我們認為重點是 這樣的土地的公共性怎麼再回復 而且透過什麼樣的限制方法能夠抑制 就是讓這種公共性的精神 不會再受到這種大資本的擴張 那我們再看到下面往下一點 我們看到有一條 不好意思 再往上一點 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三條有說 它說以經營土地買賣 違背土地法律 從事土地壟斷投機者 要處理徒刑跟法經了 這條法律可能從來都沒有實現過吧 它的法律精神應該是告訴我們說 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土地牟利本身這行為就是不應該的 你做這種以土地作為營利牟利 是在這個法律所不允許的 好那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土地的精神 我們是希望它能夠朝向公共 而且是有所限制的 那我們再回到說 如果這樣的土地的牟利放任下去是 什麼樣的結果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現在的這種 牟利而沒辦法阻擋會導致一種 鞏固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而且是讓這樣子的 不公平的這種差距更加的擴大 那我覺得我舉兩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大家就可以比較明白說 這個這句話 我剛剛講這麼落落場大家在講什麼 就是同樣一種遊戲同樣一種規則 這種有錢的土豪為什麼 跟我們一般人就是不一樣 像是我們如果去銀行貸款 你都可以只能貸六省或最多八省 你就貸的很少 那這種有錢土豪為什麼跟你不一樣 它就是有信用貸款 它就是因為很有錢 所以銀行它是 它不用 它給你房貸 它根本也給你信貸 所以即便我們的央行限制它的房貸層數 可是銀行因為看它有錢 所以它是給它很高額的信貸 所以這種遊戲玩起來是怎麼樣 小萊藥百姓借不到錢 可是這種有錢的可豪債團 它是很容易借到錢的 而且銀行還借錢給它草商 甚至到99.9 就是它可以吃很低很低的自備款 根本就得沒有自備款 所有的錢都是銀行借它的 那另外一種則是說 我們小老百姓是花錢 花自己畢生的積蓄去買一塊地 而有錢的人他是怎麼樣複製他的資本呢 他就是你有他有一塊地 他的地去銀行借錢 借了這個錢之後他再去買地 買了地再去銀行借錢 借錢用這個地抵押去借錢 拿了抵押的錢再去買地 這個地再去抵押借錢買地 地借錢買地 地借錢買地 他可以通過這種方式 很低成本的無限複製他的土地 無限複製他的資本 那就回到剛剛的 小老百姓他已經沒錢了 而且他用他畢生的積蓄 他全部他自己寫漢賺了 買那麼一小塊地 可是這種有錢的土豪財探結構 他是怎麼樣在炒多土地的 他幾乎是零成本 他可以通過這種遊戲 無限無限複製他的成本 無限複製他的土地跟他的資本 所以這是完全的不公平的 遊戲的結構 雖然他看起來法 這遊戲都好像是一樣的 可是實際上卻發生的就是 這樣的不公平的遊戲 而且你如果持續的鞏固 會讓這樣的不公平的差距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 那我們 就是透過了幾個行動 我們就想指認出 到底這樣的炒作 有什麼樣的幾種問題呢 那我們 回到比較上面那一頁 那 第一種 不好意思再往上 謝謝 第一種我們把它歸類叫做 合法謀利 什麼是合法謀利 就是在那個遠雄收押前 我們就整理出這個表 就是 到底 到底我們這些公共資源跟政策 都跑去哪裡了 我們看到這個公有地 其中有很大部分的 這個表是整理那個 軍眷 眷改跟營改的土地 國防部的這些土地 後來都透過公辦都門的方式 成為了所謂的住宅商品 那 所謂的政策的美名 它卻透過了一種化工為師的這種方式 而最後成為這種建商財團 它謀利的工具 為什麼合法謀利 可以這樣子謀利呢 而且還是合法的 而且我們不能拿它頭半 除了它收賄 可以被抓到之外 像這樣的公共建設的公有土地 它最後都用這種方式 跑到了所謂的財團堅上的手中 那 之後換往下 再往下 好 那 可能要看 只要看這一邊 就是說我們的新北市 新北市它說 它未來要讓這些工業區 變身成為住宅區 那它只要透過它提供少許的社會住宅 它就可以讓它的工業區再 進身成為住宅區 只需要透過一些 這樣子的公共利益的回饋 它就可以讓這樣子的工業區 變住宅區的計畫 合理的再新北市實施 但是我們要說 這樣子的根本就是一種真正的合法 普利我們的建商 它用一種假 假裝它是一個政策糖果的美名 但實際上它卻用把公共的資源 卻輸入到這些建商豪宅 建商財團手上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第一個指出的是說 這種合法牟利的結構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抑止這樣子的 一種不斷流失 不斷 我們沒有辦法抓到它的法律 而且沒辦法監督它 再往下 那我們最近的行動也 另外也找出另外一種是 叫做 前面叫做合法牟利 另外一個是知法玩法 那這也是很多建商財團 他們用的一種手法 一種方式就是 用他們黑心的一些手段 然後在我們的建築市場裡面做 我用案例講的比較簡單 就是說 像我們知道有些黑心食品 它就可以透過不同的黑心的手段 黑心的手法 降低它的成本 那如果這樣子的黑心手法 並沒有得到公共的制裁 或是公共輿論的壓力 那這樣的問題並不會浮現 而且它這種投機低成本的方式 如果是一旦習以為常了 那這種業界就會經常的使用 而且就像我們看到那種 從業綠素 或是低價的劣質的油 這種它如果成為一個 一般業界常用的手法 最後的後果就是整個我們的營造市場裡面 通通被這種黑心的手段所衝刺 那我們整理出了一些行動的時候 整理出了一些方案是 像龍山林建設裡面 它就有用一些灌人頭的手法 那灌人頭到底怎麼樣 它是透過像土地法 它有規定超過五成的人 可以主導土地權利 然後都根條例它各有不同的門檻 那都是說 如果你透過多少比例的話 你可以主導這個案子的行徑 或者是處分土地的權利 但是這些建商用一種 非常便宜行事的方式 它透過去灌人頭 就像董事會那樣 就是它用過抽人頭的方式 來鑽這些巧門 然後來主導土地的這種權利 那我們要覺得說 這種 在各種業界這種黑心的手段 如果沒有制裁的話 它最後是養出一種炒作的溫創 如果沒有抑制它 它最後就是受害的人是我們 因為他們都用這種 沒有辦法制裁的方式 在做這種黑心的手段 那這是第二種我們指認出來的 就是它知法玩法 然後再往上 那第三種就是 違法硬蓋 蓋了再說 那這種又是什麼類型 這就是像 我們去了新北市 那新北市有很多違法的工業住宅 那它的工業用地 明明就是工業區 可是建商就可以 不管它 它就是硬蓋 蓋了一堆住宅商品賣給人了 然後人也都住進去了 那最後怎麼辦 大家就趁在那邊 街上就頂住 頂住到最後就是 就地合法 那合法它 它可以怎樣 它就本來 它的分區要升級 就給國家一些回饋 它就過了這些年 它就把一些回饋給政府 那是它應該要回饋政府 可是政府卻沒有去 抑制這樣子的犯罪 等於說它的犯罪就是沒有成本 它就是硬蓋 那政府也不會對這種方式 進行糾舉或是抑制 然後到最後 誰要做這種 比較合法正常的事情 因為你犯罪都不用成本 你就硬蓋就好啦 那也不會受到制裁 那為什麼不硬蓋 所以這幾種就是我們發現說 在這種炒作事業下 好幾種層層的結構 那我們是發覺說 那到底要怎麼逆轉這幾種行為呢 那像行政它應該是要有 它的行政的裁糧權 如果有看到這種違法 疑似違法 或是不合情不合理的事宜 我們行政部門應該要有 主動的裁糧介入的權利 那事實上這種行政部門 它都是長期的放任 所以也就是說 像黑心有一個 它其實就是長期的縱容 這樣子的結構 那行政部門沒有作為 那立法部門呢 這個法是可以 弄個更嚴謹一點 讓這種漏洞啊 巧門可以封鎖 但是其實你在封鎖 還是會到最後它 像你人數的 你如果值得更高 它有更多的 鑽巧門的方法來擋 所以其實立法是 根本擋不上他們 這種玩弄法律的速度 而且再來的是說 像立法部門的結構 我們的政府上位者 它通常是這個 金錢遊戲裡最大的利益獲利者 這些最大利益獲利者 為什麼要來得自己的命呢 讓這個遊戲玩不下去呢 所以這是一個 基本上也是一個困局 到底誰會主動的去立法 弄一個 不利於這個遊戲呢 所以立法 也是一個很難有動力去突破的 那除了行政立法 那司法呢 司法部門是不是也可以介入呢 譬如像剛剛講的那個 PQ立權 就給他炒作謀利 就給他判刑啊 什麼的 不過現在好像也 幾乎沒有 像我們知道的其中一個案例 也只是 違反了那個 那個 違照文書 使公務人員登載無實 就是他是用一種 其他的方式來治他的罪 他沒辦法真正去 抑止這個犯罪的行為 本來這個行政立法 司法三者 應該要對這樣的行為 刻意都有所抑制的 然後互相補位 但我們看到現在的現況是說 他不但都也無法抑揮 而且好像都也挺僵化 不能夠動盤的 所以 就是面對這樣子的一個現況 我們過去的幾個月 這個殘古好行動 其實透過另外一種方式說 通過人民糾舉糾保 就是至少在道德上 或是在 一般的媒體不能 就是通常媒體 也都是很多 背後的金主都是建商 所以其實也很難講出說 不利於這種結構的話 我們小老百姓到底要怎麼對抗 所以我們是透過號召大家一起來 把這種黑心的建商 他們是怎麼透過 像工業住宅啊 或者是一般的 他怎麼透過這樣的手法 揪去出來 或者是能夠找到說 他們在議會裡面的一些代言人 到底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 使我們這樣的公共利益 或是個人的居住權利 而受到侵犯 所以我們的行動方式就是 號召大家一起來 糾舉糾查 這樣子各式的行動 那大概是簡單先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啊 我們等一下把這些案例啊 稍微把它記下來 如果還有問題可以繼續問 那因為今天在福大 也談了一個這個 關於新莊的老街的讀根案例 那大家的手法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會非常類似 那今天很謝謝學研究員 他把這些東西 大概一個變更的手法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裡面一個訊息是 空物率這麼高的情況下 還不斷地要去蓋住宅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蓋住宅當然是要為了套利 那這次還有提到一點是說 很多的市府 他們都是透過賣公有土地 來增加市府的收入 那在這個情況下 可能也要去考慮一件事說 如果在解決地方財政的困難之際 他們怎麼去避免讓他們去用這種 惡劣的手段呢 持續去消耗公有土地 然後蓋了一大堆很大坪數的助長 結果是造成一大堆的鬼層 鬼屋在那邊空在那邊 那接下來第二個 我們請那個王忠銘 來跟我們講一下他應該是淡海的問題 好不好 呃 大家好 我先從淡海講到新市政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淡海二期的案子 我們從2012年開始關注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淡海新市政它分為一期二期 那一期其實到目前為止 還不算成功 二期已經要徵收土地了 那它最直接的受害者 第一批當然就是這些被徵收的地主 所以我們從2012年開始 陪著這些地主做抗爭 那因為現在有一點新聞熱度過去了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回去之後 可以Google淡海二期 來看相關的郵件 那今天不談這個徵收議題本身 我們回過頭來談新市政 那我們常開玩笑說 第一次的這個無可蝸牛運動 雖然說的確讓社會大眾 讓政府開始關注 居住正義這個議題 但是也是後來 許多徵收案受害的原因 尤其是淡海二期 淡海新市政 正是當年為了回應 無可蝸牛運動 政府所做的一個措施 也就是因為你們去逃 在馬路上嘛 那所以呢 政府就說好 那我就來蓋房子給你們 那我們現在來檢視一下 當年回應 無可蝸牛運動 所產生的這個心市政 到底有沒有真的回應到 那當我們現在在做巢運的時候 就是二十多年後 再一次的提出要求 我們必須要繼續教訓 當年政府用這樣的回應 我們現在檢視 如果覺得有問題 我們不能第二次再被騙 那我們看一下 當年心市政的懲罰與未來 這個其實是我很久以前做的一個演講 主要在講林口 不過我想到底是相通的 下一頁 我們怎麼看心市政的成敗 我們可以從嵌入的人口看 從開放的比例看 從土地標售的比例看 從房價看 這個大概是政府或者是主流媒體 在檢視心市政的成敗的時候 常常用的幾個標準 但是我們真的應該看這個標準嗎 下一頁 我們回到書中 看到底為什麼有心市政 下一頁 心市政其實是一個 曾經是非常美好的理想 它有三個最主要的夢想 現在看起來是夢想 因為不太容易達成 當時是覺得 心市政可以達成這三件事情 第一個叫調整區域發展 第二個叫居住正義 我們現在比較常談 叫居住正義 第三個叫創造美好居住環境的典範 第一個叫住得對 第二個叫有得住 第三個叫住得好 住得對就是說 我們房子不能亂蓋 要蓋在對的地方 那第二個是大家都住得起 那第三個是大家都住得很好 那從現在我們不管是看心市政 或者是說心市政之外的整體的住宅的狀況 這三個目標顯然都遠遠不及格 那落空的比例非常高 下一頁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這是什麼東西 調整區發展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均衡 也就是說不能夠過度集中 不能夠有非常不平衡的狀況 不能夠城鄉差距 不能夠有不均衡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打造區域的市中心 我們要產生自己自主的市政 我們要在市政中發展產業 然後疏散人口壓力 讓很擠很擠的地方的人口壓力 可以舒緩到其他比較沒有那麼擠的地方 而且進一步的就可以壓抑房價 這個是希望區域發展能夠很均衡的一個期待 那我就問各位 現在台灣 不要說台灣 就是北台灣 我們區域發展有均衡嗎 我們努力了20年 在這裡蓋了一個林口新市鎮 蓋了一個淡海新市鎮 有沒有因此讓整個大台北 住得均衡一點 不要通通擠到 大家都往某一個地方擠 有沒有成功 他當老師比較有同理心 因為台上學生不沒回應 他會更難過 第二個是適合 房子要蓋在適合的地方 這只是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 容易淹水的地方就不要蓋房子 第二個例子是 可以種出非常好的糧食的地方 就不要蓋房子 容易淹水的地方不要蓋房子 很明顯吧 因為淹的水很麻煩 尤其那個時候還沒有氣候變遷的議題 現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之後 不要蓋在容易淹水的地方的議題 就變得更需要關注了 第二個就是保護良田 如果有個地方 它可以種出很好的糧食物 就盡量不要在上面蓋房子 但是很遺憾的事情 是歷史的發展 通常我們都會在良田上面蓋房子 為什麼 因為良田就會發展得比較好 所以良田就會比較早的產生聚落 比較早的產生比較小的城鎮 那它就會比較早的從城鎮變成都市 所以它就比較早的怎麼樣 蓋很多房子 所以反而我們經常在好的田上面蓋房子 那比較平均的地方 只能種地瓜的地方 它也發展不出一個城鎮 所以它也不容易就變成一個都市的地方 那一樣水患 為什麼我們都喜歡把房子蓋在容易淹水的地方 一樣的道理 因為有水的地方 有河流 在以前就會有航運的方便便利 所以它也會成為早期的城鎮發展地方 那人就喜歡往有人的地方去嘛 這很奇怪的人性 就這裡擠了很多人 大家就繼續往這邊擠 就像今天有沒有 擠了一些人 大家就繼續擠進來 所以 不管是說河流的旁邊 或者是可以種出很好的糧食、糧田 都容易人擠人 那可是偏偏它們又其實不適合住的地方 那我們應該把房子住在哪裡 我們應該把房子住在 比方說林口新市鎮其實應該蠻適合的地方 為什麼 一個是它不容易淹水 它在台地上嘛 第二個是它真的不是算非常好的糧田 所以 我們應該大家都搬去林口新市鎮 但事實上我們 林口新市鎮發展到現在 其實居住的人口 遠遠低於當初設定的比率下業 第三個就很簡單 我想在場的各位一定最熟悉這件事情 就是讓所有需要房子的人 所有需要房子的人就是所有人 所以讓所有人都有地方住 那而且第二點也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不能夠變成有錢人住一個地方 沒錢人住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社會被撕裂了 就被不同的階層撕裂了 所以我們要盡量做到不同收入 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 就要混居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我們發展新市鎮的另外一種重要目的 一個是我們要讓大家都買得起房子 不一定是買得起房子 也就是說大家都有房子可以住 那第二個是大家混在一起住 就不要有錢人住有錢人的豪宅 然後窮人去住秉民窟 那這件事情顯然大家會坐在這裡 就是沒有達到嘛 所以大家才會坐在這裡 好下一頁 第三件事情非常有意思 大家有玩過模擬城市嗎 有沒有有玩過 有玩過模擬城市嗎 有沒有有玩過模擬城市 模擬城市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就是一片空地嘛 你高興怎麼蓋怎麼蓋嘛 馬路你高興你畫的話 然後房子你高興蓋什麼就蓋什麼 它跟我們剛剛講的那種 從早期有一點點人住在那裡 然後發展成一個城鎮 然後城鎮變小城市 小城市變大城市 最大的不同就是 一個從聚落變城鎮變城市的地方 它是慢慢長出來的 你大概不能夠控制它長什麼樣子 但是如果我去一個新的地方 把所有的一切推平一片空地 然後我高興怎麼畫 我就可以畫出 因為大家看到 最具整體性 最具理想性 甚至我們可以讓它 具備實驗性的都市規劃 我們把城市該當什麼樣子 試著想像看看 然後在新市鎮來實現它 那當然中間會有價值觀的衝突 你到底要什麼樣的城市 你要一個非常完整的城市機能 還是你要分工 還是你要集中 還是你要在不同的區域的城市 有完全不一樣的功能 還是你覺得每個城市都一樣 要具備一樣的功能 要有的住 有的工作 有的農業 有的什麼 那你對社區生活的要求是什麼 你希望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如何 這一些我們都可以在新市鎮裡面實驗 但是很遺憾的是 如果各位去看林口新市鎮跟淡海新市鎮 你會覺得這好像不是新市鎮 就明明你是可以規劃的飄飄亮亮的 然後讓它開始蓋房子 所以理論上新市鎮 會是非常理想的城市的樣子 但是呢 淡海新市鎮各位去看 那個房子跟房子之間的關係 以及道路跟房子之間的配置 然後道路跟道路之間的關係 然後最簡單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地方 我預期它會有高的交通流量 馬路是不是要大調一點 如果這個地方 我預期它大概 暫時不會有高的交通流量 所以我就可以 把馬路的寬度限縮 但是我可以預留一些空間 比方說很寬的人行道 未來可以 以被馬路拖換之用 但各位如果去看淡海新市鎮 淡海新市鎮交通最繁忙 繁忙 繁忙 淡海新市鎮交通最繁忙的地方 是陸最窄的地方 所以那邊呢 現在淡海新市鎮還不算發展得非常完整 現在它就已經在塞車 而且經常有車禍 我講的地方 十個月如果住在淡水的話 就是佳樂府的門口 所以如果你住在淡水 你就會知道佳樂府的門口 不但佳樂會塞車 而且常常在車禍 為什麼 因為道路設置不大 欸奇怪了 這塊地方當初是一片厚白給你高興 怎麼畫怎麼畫 好像在玩模擬城市一樣 你怎麼還會把最繁忙的交通 放在最擁擠最狹小的路段上 你到底是怎麼做的 下一頁 所以我們可以來檢視一下 到底有沒有成功 首先打造區域中的自中心 然後建構一個自己自足的市政 然後發展產業 沒有成功 因為呢 幾乎所有為了解決住宅問題 所發展的新的住宅的區域 最後都變成衛星城鎮 都變成貨房城市 怎麼意思就是 晚上回家睡覺 然後白天又要進台北市來工作 那因為它的屬性是這樣 所以它根本做不到自己自足 額外的還為我們製造了非常大的交通量 所以不斷的要蓋橋鋪路才可以應付得來 第二件事情 疏散人口壓力 因為這有點久以前了 我數字也是有點久以前 民國57年到77年 林口收納了台灣北區區域新增人口 可能是0.7 77年到93年的時候 吸收了2.8 微不足道的小數字 最後壓抑房價只漲不跌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下一頁 然後剛剛說的要在適合的地方蓋房子 但是呢我們幾乎本來覺得不適合的地方都蓋滿了房子 所以雨山真地、雨水真地、雨農田真地的狀況非常非常明顯 我覺得台北本身 台北市本身就很明顯 大概這20年來增加了新的住宅區 幾乎要嘛就是行水區 要嘛就是以前的良田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明顯 更不用說西北市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這些年來最多房子蓋的地方 幾乎就是淡水河要走的地方 更不用說進來甚至有一些 其實是游走在它到底是不是治水的 重要區域的這個灰色地帶 然後來蓋房子 然後下一頁 社會正義很明顯就是沒有達到 而且我個人其實最遺憾的不是第一件事情 因為第一件事情大家都一起努力 那麼多人關注 我希望大家更關注的 我自己更覺得值得特別提出來強調的 就是第二件事情 我們台灣本來是一個 這件事情做得還不錯的地方 什麼事情就是 台灣的有錢人跟窮人 基本上是混在一起住的 以前啦 但是這20年來 明明我們把目標放在那裡 我們要繼續做這件事情 結果20年後 有錢人跟窮人的住的地方 越來分得越清楚了 那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下一頁 下一頁 然後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美好居住環境的典範 我覺得實驗性的都市規劃 真的對台灣人來說太遠大了 我們就暫且割下不談 我們就談完整的生活機能 整體性和理想性的規劃 以及社區生活 全部都沒有實現 不是在舊的程序沒有實現 連在新市場它都可以沒有實現 我百思不得其解 就給你玩模擬程式裡 你完成這樣 倒是不完 OK 以上是我們 為什麼要有心思證的原因 是我們為什麼在25年前 掠奪了農民的農田 然後要來聲稱要解決問題的初衷 這些我們剛剛講的這些美好的夢想 是25年前林口跟淡海的農民 失去土地的原因 說實在話 對這些農民來說 如果這些實現也算是死的無憾 不是死的無憾 應該說就是犧牲得到報側的 但是如果這些農民知道 你用這些名義去掠奪他的農田 結果事情搞成這樣 如果你是農民你會怎麼樣 你當然不可能再給他徵收了 所以淡海二期為什麼 反徵收運動風起運用 因為一期的狀況太糟糕了 我常常聽到農 就是那些農民阿公阿嬤說 因為基本上 在大台北像淡水這種地方 只要你是 就是稍微有點土地的農民 你很難不被徵收到 因為都市一直發展 所以 開道路要徵收你的土地 然後新市政要徵收你的土地 公共建設也要徵收你的土地 所以非常多阿公阿嬤 他們已經很習慣被徵收土地了 但是他們會講一句話 如果你收土地去 為了大家做善事 我沒話說 補償多補償少 那個林農民 但是如果你今天收去 就是只是讓那些小一份的人賺錢 我為什麼要給你收 我把翻譯成國語 他當然是講明男話 那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深的感慨 那 今天 即將我們進行草運 等於是 烏克關牛運動2.0 我們回到25年前 大家很辛苦的躺在網路上 使得政府 使得社會大眾 開始關注居住正義的議題 搬出一個 叫做新市政的牛肉 但是25年來 所有的夢想 全部崩潰 現在我們再一次 面臨什麼 我很坦白的說 現在政府 以及 蠻多我們在做NGO 包括我自己 我們新的夢想叫什麼 有人知道 新的夢想 現在沒有人在夢想 新市政 我們現在新的夢想叫做 社會住宅 我請大家 要想一想 當年 我們被 真的很不錯 我到今天 都還覺得 新市政的夢 真的很不錯 如果回到那個時代 你要我 做判斷 要不要做 我大概還是會說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 這個美夢 不是不好的 一樣的 我們今天碰到的社會住宅議題 也是一樣 它不是不好的 它是政府 正打算拿來 讓我們 乖一點的方法 但是 它也是 NGO們 所有關心住宅問題們 覺得 可以治療這個社會的藥方 但是 藥就是藥 藥就是 吃了會有很多用的 而且不見得有效 所以 我們到底 怎麼樣重新的審視住宅 這個問題 重新的審視居住的問題 我今天先 回顧一下歷史 讓大家看一看 25年的 新市政美夢的 幻滅 然後 我們也許等一下 那個 猛男先生 可以 讓我們聊一聊 現在的草運 那 它是我同梯 我們兩個是當兵的同梯 我記得 他有一次 在某一個 雜誌上受訪 有說 這個草運 很辛苦 因為 其實可以 非常清楚 非常簡單的訴求 但是最後變得好像有點複雜 所以 民眾 不一定能夠這麼容易理解 那我 拖一個人水 沒辦法 它就是這麼複雜 那我們 算是 好兄弟 但是 在社會議題上 我們有點很大不同 它是猛男嘛 看大家現在就知道 但是我們是 比較囉嗦的人 所以 反覆的反覆的提醒大家 當我們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 小心 政府端出來的牛肉 也要小心我們自己寫出來的訴求 因為 如果這一切 繼續往前走 而沒有達到當初的目的 反而傷害了一些人 現在社會住宅 就即將到來一個問題 社會住宅 蓋在哪裡 你總不會蓋在天上吧 而社會住宅 蓋在哪裡 這個議題 我們就要去想 那本來 社會住宅要蓋的地方 上面現在 正是什麼人在那裡 我們要把誰 當他 不用播我其他的 簡報 所以提醒大家 就是再想一想這件事情 但是 我最後最後希望大家 不要放棄希望 我到現在 但還是常常把 即使我們在淡海二期 因為新市政這個計劃 反覆的跟政府抗爭 我們跟政府幾乎四次破臉 然後媒體一天到晚說 我說淡海新市政是鬼層 所以 住在淡海新市的人很討厭我 因為我說他們就在鬼層 但是即使如此 我到今天 三不五十 就像今天一樣 我就把這個簡報檔拿出來 我不是要看後面 那些沒有成真的事情 我再看前面 夢想是什麼 不要忘記那些夢想 即使我們今天覺得 每個姓市政不是對的藥方 那些夢想 我們也不應該捨棄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周明 他剛剛一直都非常有傳教的精神 我們看到 然後他也提醒我們說 我們要非常注意 就是政府段的牛肉 譬如說 將一華已經說過了 十年內要增加 你的社會主角五倍的容量 聽起來很多 然後我們已經寫在文案上面 這是十年的五倍 是什麼 就是從0.08 一直變成0.4 然後 從 十到七千戶 變成三萬四千戶 那你來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政府的牛肉 斷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再比較一下 荷蘭 荷蘭整體的社會出來是40% 超過60% 那我們當然是 就要想說 到底我們是完真完假的 那當然周明也提到一些 很多社員 或在做倡議的 這些朋友們 其實要很小心的是 我們可能在 在因為有些挫折的時候 我們就理想沒辦法堅持 那我相信 他講這句話是非常有資格 因為他不斷在那個挫折中 自我鼓勵 同時還要鼓勵別人 所以大家再熱烈掌聲 謝謝 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到十九歲 即將在十月四號 滿二十歲的張琪 他是台灣居住生意協會的 社運部副主任 好 來 我沒有朋友 你看我就好 然後 我只能跟你們分享 我幾個小故事 就是這樣子 我答應的時候 加入台灣居住那一協會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 大陸問我說 欸 為什麼加入啊 加入就是要幹嗎 之類的 然後我當然用一句 最淺顯的話 我們就說 喔就是關心皇家 太高一件事 然後就會有人回應我說 喔 那加油 然後也有人說 怎麼可能 那這樣 就是有正面的 也有負面的 給我回應 可是沒有人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同學 願意主動的 關心這個議題 應該 在二十五年前 烏克蝸牛 就在中校東路睡 所以二十五年前 等於是我還沒有出生 然後 就是等於是說 這個議題在我出生之前 就已經吵得沸沸揚揚揚 可是為什麼吵到二十五年後 我們今天還要站在這裡 講這個議題 但 對於年輕人來說 會不想關心我自己 我曾經也是不關心這個議題 因為我覺得房價這個問題 有人太難 就是你會牽扯到的是稅改 然後金融市場 然後也有人曾經 又一直都有人覺得 房地產是台灣經濟的好測草 所以景氣越好 是不是房地產高 房價高 這是一個非常樂觀景象呢 當然 所以對於我們 就是像我們不是非本科系出身的人來說 我自己是東路大學政治系的人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我們好像覺得 蛤 我們哪有資格去關心這個議題 他隨便牽扯到一個名詞 一個專業術語 那我們哪有資格啊 所以對於年 所以一直以來 我自己看到的可能是居住議題的話 一直可能都不是大學生出來發生 然後甚至是也很少看年輕人的身影 但是我希望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些事情 我們想想看喔 我們從 是不是爸爸媽媽什麼的 我們就是 簽戶口啊 簽到明星國中 然後我們就是想辦法考進前三志願獎 然後我們就要買手六年的 就買手在書堆六年中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 不就是會想考上台青教程 那種大大心目中理想的大學 但是畢業之後大家 就是理想大學 影響的是我們之後找工作 然後他就像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然後有一份穩定的薪水 然後當你好不容易就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然後省到一筆薪水的時候 這時候你沒有一筆 第一筆錢你會想幹嘛 繳房貸腳頭欺款 對啊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從國中不就是在為了買房子 你這件事情在鋪路嗎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離我們一點 離我們年輕人 離任何人一點都不遠 然後這也是 這甚至比任何 我們現在看到的 年輕人不敢關心的 都應該是你們最要關心的 然後我還要跟你們分享一個 我之前在68 他們有發表過一篇文章 然後有一個候選人 有找我們 就找我們居住在一些協會 然後去討論一些居住的政策 然後他就 然後我們就到他們那個競選手部 然後他就批他幫他講一堆 然後我就 其實我也沒有聽得很懂 然後我就只是問他說 你要怎麼吸引一個20歲的年輕人 甚至是20歲年輕人可能想這種 幾乎是可能沒有藍綠色彩 沒有固定政黨的一個投票人 你要怎麼吸引卡 然後他就說 你應該要檢視我過去的政績 我過去代表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過去的政績有多好 都好都好 然後你們應該要去檢視 而不是說我現在講什麼 而不是我應該要擺出 多豪華的東西給你們看 但現在年輕人不在做這件事情嗎 就沒有人會去 就是沒有人會去檢視這件事情 所以對我們來說 候選人的話 到底有幾分是 到底有幾分可信度 所以我們才需要在這裡 大家花禮拜五的晚上 跟大家聊這件事情 喔好緊張喔 所以我們才會距離了一堆居住團體 其實仔細我們仔細去找網路上 我們居住團體講了這麼多這麼多 甚至是有非常有效的方式 不管是效仿國外還是按照我們台灣 台灣的經濟 然後我們也提出了很多建議 可是為什麼就是沒有 然後你看現在電他們講一些 我就聽起來覺得在浪屁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今天發起這個運動超運 這個運動是 不是為了我們 也不是我們其實就是團體 從來不是 是為了你們自己 你們想看到 可是我們出來要背的是雪袋 我們好不容易跑完雪袋之後 我們還要背防袋 我自己想到我自己就覺得痛 所以我們今天在10月4號 然後真的很希望大家一起出來 一起去睡 台北是最貴的路段 你想想看睡一晚 睡一晚三百萬 爽不爽 超爽啊 然後我有一個小私信小請求 希望大家10月4號來 陪我一起過生日 在你們的態度上 好 謝謝張啟雯 其實我們聽他講完以後 我們發現 好像在從事一些生育者吧 他有時候不是年紀的問題 他也不是知識的問題 也不是衝衝的問題 他是勇敢的問題 那就是非常謝謝他 那當然在 剛剛有個消息什麼 你就會找到 超爽 超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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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出賣的台灣 那個 被出賣的台灣的本書雜道 好 插播一下讓大家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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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九點半之後,先跟大家賣個關子 那在談到這個潮運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剛周明跟我們講一些理想 然後在那個徐研究員院斐跟我們講的一些 關於目前那個建商怎麼變更地墓 怎麼去佔用工業用地 變成那個舊地就蓋了蓋了比較嫩 不然就怎麼把一些工業駐載 然後開始變更成、假裝成為一個 裡面要提到關於社會駐載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比如說在台灣 目前的回憶駐載已經變成這樣非常臭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能要去看一下 到底整個台灣的那個社會駐載 或者是整個的居住政策 應該要怎麼樣的完整的配套復勢 在我們哲學系統的文案裡面 我們放了兩個連結 那個兩個連結剛好是 這次在草運運動裡面 他們做了很多具體的訴求 那如果說今天沒有談到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再看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就熱烈掌聲 歡迎所有的猛男 寶立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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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 那我等一下 剛剛張琦同學來一下不錯 所以我讓她同學好嗎 我太緊張忘記了 等一下 我就是大直高中 我也是大直高中畢業的 我要說的是 我還可以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我之前有被 就是太陽發洩運結束之後 有被民事採訪 然後問說為什麼要站出來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是 就是政府讓我們看 我們叫希望 我們就是找看保證 然後大家就是 變成一個新聞搞出來 然後下面就有網友回說 那你選政治 你當你選政治系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希望可言 然後就是 一怕他狂罵 然後我就 我突然其實就覺得說 這就是政府最厲害的 招數不是嗎 你想想看 我們買不起房 那你對你們覺得 就我們大家覺得買不行嗎 可是會有 會不會有人跟你修改 是你們不夠會存錢啊 是你們不夠會理財 難道真的是 我們沒有良好的儲蓄習慣 難道我們就一定要 就一定要除了一個 就是政治以外 我們還要夠會理財 這樣嗎 所以其實 沒有人去外罪過政府 為什麼沒有讓居住 居住權 這個基本人權 大家都反而是 互相在折壞彼此 但是政府沒有負起這個責任 我想講的就是這個 那這個說法 可以用那個 韓語來講 就是人口少家 就是這樣 他可以用 做一個評判者 師不關己者 然後做一個聚力者 去評判你們兩個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 會把這些 一般來講 會很多政府 可以去引用一個方式 是 他找另外一群人可以做什麼 對立 對立完以後 就變成你們兩個資金的事 然後就可以執政室外 這是在很多 先進的國家 也會這樣關卡 然後我們現在請 易中 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那個 朝運的 就是 發起團體之一 我們朝運有77個團體 那我們有幾個主要的發起團體 那最主要的發起團體 就是社會住宅推動聯盟 那我們也是其中的一個發起團體 居住這一些 那因為剛剛講到 馬總統被丟 身為全中華民國 最最 我是馬民 我現在是中華民國最支持馬總統的 無知的9.2% 所以我覺得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是中華的無知 看一下前兩天的新聞 那現在很多人都 注意到了綁架 他也會很多人抱怨買不起 無核瓜牛持續有心動作 朝運團體今天早上 就到總統府前來抗議 還邀請15年前曾出席 無核瓜牛 夜宿行動的馬總統 希望馬總統 並且要開展一個 10月4號的朝運夜宿的活動 來傾聽民意的訴求 他提出了五大訴求職務書 要求馬一九總統應該要簽署 並且拿出具體的行動 馬總統 沒兩家 來到凱達格蘭大道高盤口號 公民團體朝運 拿出總統馬英九 擔任台北市長時期 出席烏克瓜牛運動照片 要求馬英九回娘家 和朝運夜宍夜宿 仁愛路最均民意 佳明道說說說說說說說 佳明道 沒更少 主持民眾社會進展比例 要達到百股之零點四 失敗台股校 朝運要求馬政府 正式民眾追求 現在政府替的社會住宅的方案 根本是笑掉了加拿大 剛剛我講過嘛 十年蓋三萬四千五 我們告訴你 它這個量 以台國的標準 一年就蓋完了 所以這個東西 根本不要拿出來 這是一個笑話 百分之零點四 跟我們覺得說 一個百分之五 國際標準 最低標準 差距核等資源 政院財政部長張聖和 提出成交價三千萬以下 免個法定合理 持價稅的門檻 也遭到朝運打獵 有賺錢 就要繳稅 這是很清楚的 沒有什麼三千萬這件事情 別人說 三千萬這個門檻 怎麼被訂出來 這樣有看 根本沒有任何能討論 舉著標語 朝運 胖利民眾組 台島一路走到佳戶 並遞交訴求承諾書 邀馬一舅親自簽署 承諾拿出最主行動 或是最主要的 也是新聞 看到沒 全台灣最支持馬總統 朝運唯一邀請馬總統 就是這個動作 後來這個新聞出來以後 有一個東森的 一體等類的平面新聞 網路新聞 就是說 朝運 暴號 他是我們的英雄 他就是馬英九 因為我在演說裡面提到 馬英九是社會 他是我們最後的良心 他是我們的英雄 我們全自地邀請馬總統 可以加入居住正義的行業 結果他現在被網友公告 好 好了 大家給他一點問問 好不好 剛剛各位報告一下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話說 15年前 為什麼要找這一個人回來 因為15年前 也就是1999年的時候 那時候 台北市舉辦 無可報告十週年運動 無可報告是1989年 25年前 那15年前他們舉辦了一個十週年的紀念 我的 當時的馬市長 他就 剛剛拿到兩張照片 他就加入大家的行業 然後在影片就提到他的居住正義 我為什麼要拿這個人回來講呢 各位想想看 我們常常講薪資倒退16年前 是吧 實質薪資 就是扣掉所謂的通貨膨脹 其實薪水分數 現在的薪水跟15年的薪水其實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來檢視一件事情 在15年前的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房價 跟各位報告一下 是現在的三分之一 不敢想像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你聽到你就聽起來 20年前一個廣告 20年前 大安區兩房的新城屋 大安區喔 大家就知道 兩房 全新的房子 當時一間 大概 380萬 啥咧 就是380萬 全新的房子 現在 如果是大安區一間 兩房大概是 我們走下來兩房的話 大概 平數大概是26坪 幫我算一下 26坪 全新的房子 大安區 一間用多少錢 一瓶賺100萬 就是2600萬 所以 薪水不動的情況下 之前 以前一間是380萬 現在一間是2600萬 話說回來 再話說回來 在15年前 薪水跟現在一樣的情況下 那個時候 房價只有現在的聲音之一 我們馬市長 就已經收不掉了 他收不掉了 把他給他站出來 所以馬市長在房價 只有現在三更季的情況下 他已經 不可忍受了 他願意跟民眾 坐在一起 願意表達 好幾時去住這裡 好吧 15年後 房價漲了三倍 薪水還是不動 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誠摯的邀請 把總統 回兩家 而且 這位總統 在今年的5月20號 就今年 講話有評有趣 因為我是馬來西亞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他的每個演講 我都會把他的台詞都變下來 我們的總統 講到總統我聽這個 我們的總統 在今年的5月20號 在中國醫藥大學 他對大學生演講 他說 他要加速實現居住正義 讓青年住得起台灣 總統 不要說總統就這麼的感覺 所以 當我聽到總統 願意讓青年住得起台灣的時候 那麼 我們辦的這個25週年 的5顆瓜牛 所以一定要邀請總統回答 這樣講有道理嗎 有 而且 基於總統 正門的願意支持居住正義 所以我們曹映提出了這個 對各位看這裡 所謂的曹映 剛剛中平說這個 非常複雜的古大訴求 老實講 我自己也背不太行 但是沒關係 但是這個5大訴求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也 在那個 我剛剛有個信封袋 有那個牛皮紙袋有沒有 裡面就裝了這一封 就是5大訴求的成功書 我們希望 英明的總統 願意讓青年住得起台灣的總統 願意加速實現居住這裡的總統 然後 這個 為了 請他簽名 所以我送到總統給的門口 結果 總統附 他們跟我說 科長在樓上陪 叫我上去 你說為什麼要上去 就下來 所以 這是很重要的技巧 你每次去抗議的時候 只要你被 人家叫你上去 就跟上去 為什麼 上去 你可能人家就會摸頭 對 因為摸頭沒有關係 你會造成 你同志 對你的懷疑 你以為你怎麼要 你以為我再上去還得了 成為全中華民國最知識總統的人 我哪有在上去的話 這叫市民鬧大 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我們抗議的前一個禮拜 徐世榮老師 都會認識徐世榮老師嗎 然後我們正理事長 就被叫上去 那我們善良的徐老師 就真的上去了 他跟我說 欸那個上禮拜 那個徐世榮老師 他們也是上去啊 所以你也上去 我說不要 我說那幾個 攝影大哥可以進去嗎 他說不行 我說為什麼不行 他說我們那個徐世榮 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們在那邊 僵了老半天以後 最後他們拍一個小科研 那個剛剛有 臉性那個科研 他臉臭 而且你知道他多臭嗎 我在 我在拿那個給他拍照的時候 跟記者拍照 他一直拉 他一直要把那個 他一直在那邊一直拉 一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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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跟他在那邊拉 也加了二三十秒 然後等到 攝影大概都拍夠了 他才上去 直到今天 我們的總統 總統應該拿到信 希望他今天被丟 我剛才我拿到信 我們還在等 我們還在等總統善意的回憶 講到這個善意的回憶 有一位 市場奧選人不簽 顏順 顏順 我認為是第三位簽 第一位是佛哥 吳光源 王立倫 第二位是游錫 市場奧選人 第三位 碰巧不是別人 就是林盛 各位你要贏嗎 一樣被PPD被虛報 但這不是 這不是真的 這個時候就讓我們知道 這個人誠信的重要性 有人就說六三章也可以簽 所以這個簽才會成功 沒關係 既然我是總統的粉絲 我還是我的做法 我下次突然邀請 請嚴聖文市場候選人 他竟然是國民黨提名的 那他身為國民黨市場候選人 他願意支持 潮運訴求 我想請教他 那 哪總統是不是應該跟著支持 朱立倫 是不是應該跟著支持 還有 航空城大哥 吳智陽 是不是應該跟著支持 所以沒關係 這件事情還沒結束 我們還有人想 我們必須要讓大家 而且跟各位報告一下 不要想看第三點 這個廣見社會才達5% 其實不少 如果你真的 因為既然連聖文都願意支持 你就不要請他 把所有人可以支持 如果可以支持的話 如果可以報告 台灣就可以達到40萬元 就不是剛剛那位 張院長說的 10年要增加到3.4萬元 從0.08person 調高到0.4person 他說如果要居住這裡 所以我讓媽咧 更想是幹嘛 教育的話 對不起 所以如果可以支持到百分之五的話 那我們馬上有40萬 各位 百分之五其實很厲害 跟各位報告一下 韓國 韓國現在就有6.5person 在他們的社會 他們社會住宅在他們的住宅存量 目前是116萬元 韓國今天就116萬元 佔6.5分 但是韓國政府不滿足 我們的政府要從0.08 調到0.4 韓國政府要從6.5 調到12.8 所以在2020年的時候 韓國會有214萬的社會住宅 韓國的人口是台灣的兩倍左右 但是我們的社會住宅是3.4萬 韓國是200萬 韓國人 人不是生而平的 難怪中華會被死民沒有 連股房子都沒有 你知道他們好好打棒球嗎 再來 再來講另外一件事 有一個更不要理 講到這個 我贏阿宣戰 白嘴盒 白嘴盒 有白嘴盒 白嘴盒 張盛盒 財政務長 張盛盒 韓 你真的 北財 我為什麼說 白嘴盒 怎麼可能不要理 下山賴 來我來看這裡 我在國中 他很怕他告我 你來 這裡 我們看我們的第二個重要的信求 台灣的房地產為什麼會這麼變態 為什麼會15年來薪水不漲 而那個房地產整個漲了三倍 其實核心的因素就是因為稅資 這個國家中華民國 或叫台灣 隨便 竟然是 可能是全世界房地產的稅資最低 也是對投機客最有利的國家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我們來看這裡 實價客水是一個根本 各位社運界的人是比較清楚實價客水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你聽到你可以進去 根據中央研究院的報告跟我們講 一間房子 它有石油 買的時候買進一千萬 賣出的時候三千萬 淨賺兩千萬 你知道這個淨賺兩千萬 要課交易稅 台灣目前有交易稅 台灣的交易稅是包括土地均持稅 以及房務交易所的稅 這兩個稅課進來以後 你知道賺兩千萬的人課了多少錢 所得稅 課了三十四萬 三萬折下來的稅率就是1.65person 也就是這個人買了一個房子 擺了整整十年以後 他每天睡覺睡覺睡覺 不斷的一直睡一直睡 一直睡 他睡了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他完跟睡了整整十年以後 他賺了兩千萬 他只要課1.65person所得稅 跟各位報告一下 你有繳稅嗎 你的稅你一年賺多少錢 你別問我繳一年賺多少錢 你自己想想看你繳的繳繳稅多少 最低也要5% 最高是45% 台灣的繳繳稅跟年輕朋友比較不清楚 台灣的繳繳稅才累積稅 最低是5person 再來12 再來20 再來30 再來40 最高到45person 所以 新資 每一天我們早上 誒 同學你今天早上幾個睡覺 9點 你今天幾個睡覺 你今天幾個睡覺 也是大概80 一天工作11、20個小時 你所得稅的person到多少 已經超過十幾吧 知道了 20% 這件是宏達店的高階副理 這麼高階的一個高階副理 你看他的所得是要講到60% 連工作將近12個小時 但是我剛剛講的會一直玩一直睡 他的稅才多少 1.6 最高千萬科1.6 你覺得這樣是什麼世界 我再問你的問題 靠房地產致富的這些人比較有錢 還是我們這些心智所的人比較有錢 當然靠房地產白癡也知道 結果靠房地產致富的這些人 他的稅才1.6 我們的稅金還那麼重 結果這個國家已經變態到什麼程度 窮的人獎比較多的稅 而有錢的人獎最多的稅 所以難怪大家去炒房地產 那沒有人跟我講的道理 他說 那你台灣到底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台灣是怎麼樣 我們先從 你認為台灣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市場 還是非資本主義的市場 我們來討論這個議題 各位覺得台灣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 因為民生主義已經爆滿無所 剛剛講國父國父 國父會扯老半天以後 房價靠玫瑰 國父會流淚 我們小兵另外一場抗議的主題 各位報告一下 所以 好吧 即使我們不要講民生主義 就講資本主義 就光資本主義件事跟美國一比 你知道美國的房東交易所得稅 15% 所以你台灣號稱民生主義的地方 你的所得稅是1.6% 而美國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國家 他的所得稅還有15% 那難怪大家來台灣懲罰 再來是跟你講 十有稅就不能會吐血 剛剛鑿銘提到空污的問題 你知道台灣的報告 根據那個中央銀行的報告 一百四十萬 整整一百四十萬 這個代表什麼 如果這個空田有辦法稅就不能夠 台灣馬上一百四十萬來得出 但是他們會不會輸出 會不會報告 不會輸出 為什麼他們不會輸出 因為石油的成本他媽的低 有的用利 一千萬 我們以一千萬新產幣的房子來講 在美國一間一千萬的房子 他一定要課了石油稅 房屋的那個石油稅 差不多是十萬 一千萬那個十萬 差不多是百分之一 你知道台灣 一千萬 他的那個定價稅加房屋稅 一年大概是一萬 沒有看 沒有看 不講什麼 就表示這個國家多惡力 這些事情都隱匿起來 不讓所有人知道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國家這麼惡力 所以我們會默默的 不知道 我們可以多去哪有成立 我剛剛跟你講 一千萬的房子 只要交一萬的石油稅 各位有開車嗎 我依我來講 一台車不到一百萬 我一年光繳了那個 那個廟稅跟牌照稅 加一家一廟一萬 我一台不到一百萬的車 我要繳的稅都一萬 結果一千萬的房子 他繳的稅才一萬 所以 你懂這奴族嗎 哪有這種事情 如果是以財產水來講的話 應該是財產的總值越高 稅要越高 結果台灣竟然對付冰層真的 所以他包括所得稅這麼低 1.6% 持有稅只有0.1%的情況下 只有每個十分之下 難怪 所有的草法 再加上有一個英雄 在2008年 把贏政稅從50%調到10% 這因爲英雄 因爲很多房東都沒有講說 他房價會漲是因爲QE QEQQQ 好不好 那比QE嗎 QEQQQE3 他爲什麽Q 他爲什麽他爲什麽 因爲QQ裡面有一個關鍵 就是在我 2008年 我的偶像總統上任以後 他立刻宣布條項 一陣稅到10% 這件事情非常巧 簡直是個正案 朱敬一認為 如果你要朱敬一知道 之前的國科會主委 中央研究人員 他說如果想問我 台灣稅是哪一件事最可怕 他說就是這件 2008年 調價負政罪 裡面有個概念 我先舉個例子 幫你比較清楚 根據天下雜誌的報道 在這裡這個報道 一個事實 就是農業期的天下雜 有最近 EB99的戰爭 EB就是有錢人 99就是你跟我 好 他裡面的案例是這樣 一個實際的案例是這樣 有一個有錢人 他有618千萬 非常有錢 那 如果按照馬宗彤的說法 本來遺政罪是50% 要刻到100% 現在馬遺政罪 非常好 所以遺政罪得到10% 強調到18% 所以618千萬 他要刻多少錢 遺產就要入場 100%就6800塊 對不對 結果這個有錢人 他把618千萬拿去買地保 他把營運地保 結果算下來 他要講的遺產稅 從6800萬 當場剩下1千7百萬 怎麼會這樣 哇 因為台灣的房屋平定限制 跟土地公告限制 只有真正的市價大概可能是20而已 所以叫稅基 各位都不清楚稅基 就是說 我們在課稅的時候 基本的基礎叫稅基 那 其實他的名義上是利用 他的實際價格是618千萬 但是他在我們的平定 中華民國政府有一個平議委員會 這個莫名其妙的平議委員會 只給他平的20% 所以用這個 平出來 他平出來是5千多萬 所以 市價6億8千萬的房子 在政府的價格上只有5千多萬 因為5千多萬去課稅 當然就只能課到1千7百萬 所以 你這件事情跟我們講什麼意思 離證稅調降以後 有錢人的錢都會讓台灣 那 有錢人為了解稅 他再把這個錢 我剛剛講 你如果直接死掉 618千萬 留給你的小孩 就是課6800萬 誰夠笨 所以你要怎麼解稅 那就買房子啊 買房子是最好的解稅方法 所以 透過這個方法 馬上從6800萬的遺產稅 降到1千7百萬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台灣在綁架 我剛剛講那麼多稅 這個不公平 他能不找 再加上 從2010年開始 因為QE的關係 所以整個亞洲市場 全都到亞洲有 所以各國開始打包 香港也打包 新加坡也打包 日本也打包 南南也打包 連中國大部分都打包 就剩一個地方不打包 不但不打包 而且還不斷鼓勵前往房地產投 因為有個營建組長叫葉士文 他說 台灣的房地產真的是不錯 所以建議大家 盡量把房地產去灌 在任營建組長的時候 這一個人現在 收了遠窮 一千六百萬現金 所以現在人在看守所裡面要休息 所以你看 連台灣的官員 營建組長 葉士文都叫大家 把房地產去灌 難怪台灣整個稅資改革 通通都是有利於建商 所以你說你想要奢望居住正義 如果不跟你們講這件事的話 你會有機會 再來講這件事就好 我說我為什麼要罵他白賊 只不過你可以講 我沒跟你講 他竟然說 他要推動私家的客戶稅 但是有一個人很想 他說為了避免傷及無辜 他說三千萬以下的房屋交易免稅 聽廣告給你解釋一下 就是說 這口沒跟你講的說 為了怕傷及無辜 他說三千萬交易以下免稅 他只可三千萬以上的交易 我跟你講 房仲的資料通常講 台灣有95%的房屋交易都在三千萬以下 所以這個每個人小孩 如果按照他的說法的話 將來通過他的實價客戶稅的話 那台灣有95%的廠房都會免稅 比現在還慘 而且這個每個人小孩說 要廢掉是不是十歲 賤賠賬 我真的賤 你告我啊 來來來來 你繼續賤嗎 我剛剛有沒有賤 我跟你講 有些事情是可以忍受 但是我真的沒辦法忍受 他不見到說 他還要把生死稅拿掉 我舉個例子 什麼叫生死稅 生死稅是 如果你只有兩年內賣掉房子 一萬一刻有10或15%的稅 那如果你只有差不多兩年 基本上就給你稅 如果你 誰買房子兩年會賣掉 誰買房子兩年會賣掉 這同期客啊 所以生死稅有什麼好廢的 我跟你講 香港的生死稅都十年 新加坡也是四年 台灣兩年已經是夠低了 結果這不要連人 他還要把生死稅廢掉 你說他不是賤子嗎 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的話 幫我宣傳一下 白J盒就是我本人 台灣居住這些學生理事長 說他是白J盒 歡迎他來告你 拜託他來告你 求求他來告你 做了不能這樣子 我就說 我今天看到張聖盒 就讓我想到一個夜市伍 我懷疑你是夜市伍 我懷疑你有收錢啊 這麼激動你不是辦法 我們看個影片 看到我們的主題曲 就是朝運的主題曲 待會兒還會分享 對 我們來 這次朝運的主題曲 在YouTube 你可以搜尋 打朝運主題曲 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我們的主題曲 協會的一個朋友 叫Ivan 智濤 發掌 當我們抬頭望 卻長不到了你翅膀 兒時的教練 曾經和時變得不一樣 有些事不能原諒 有些名字不該遺忘 現在的我們需要勇敢的挺起胸膛 如果永遠站在原地 如果不能相信自己的前面 我們有全力 如果永遠站在原地 如果不能相信自己 什麼是你 愛有你 明天會更好嗎 我不知怎麼回答 或許大聲唱就能有希望 帶給我們的力量 明天會更好嗎 不要只是安慰的味道 只需要你和我 打出那幅畫 讓夢想 不只是夢想 沒有對我的畫面 是否能接近 沒有假的我們 是否當得出風雨 是否當得出風雨 明天會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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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否有 是否當得出風雨 不要只是安慰的回答 需要你和我 踏出那幅畫 讓夢想 不只是夢想 讓夢想 不只是夢想 這件事情 潮越這件事情 不是我的事 也不是我們 潮越團隊的事情 是你自己的事 所以 如果你真的對這件事情 痛恨 剛剛我影片裡面那件事情 你也痛恨的話 我覺得這個國家已經欺負了各種程度 不是為我們 我再講一次 不是為我們潮越團隊 是為你自己 為你的下一代 還是你希望台灣會繼續成功下去 所以 請各位分享 我不知道你們都會來的 你知道 但是你們來沒有用 我們需要更多的提供 所以你們拜託可以去跟你的朋友們講 臉書分享 請讓大家 潮越贊助來 而且不是為了潮越贊助來的 我們不是用你的錢 我們不是要跟你們來聯繫 都沒有辦法賺錢 是為了你自己的夢想 為了這麼台灣 拜託你們 潮越贊助來的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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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不會辜負你一份好贏 這樣才不會辜負你一份好贏 我居邪有律師團隊 從創立到現在 可能超過半年一年都還沒有上過法庭 所以我希望讓律師團隊有機會上一次法庭 不要這樣 因為我朋友不多 馮柯一定要去入肩了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時間 應該來說是二十分鐘 但是我們可以稍微延長 那九點半以後如果大家有事的話 趕得回去可以自己先行離開 然後我們就稍微多問幾個問題 然後一次三個問題 然後我想說大家可以問一個尖銳一點 因為剛剛在講的時候很多訊息還不是那麼清楚 那你可以在這個問問題的時候先 對於你不了解的訊息再請他們澄清一次 然後還有呢你有反對意見的可能 你的論文說 奢侈稅的標課很好啊 然後你會覺得說 以證稅降到百分之十很好啊 那我們都可以啊 他說草房也沒什麼不對啊 我們歡迎那些很相對論者 犬儒主義者以及公立主義者 來這邊好好的遲疑這些自以為正義的馬名 來 來我們這些三個 三個 不要他改謊 這個宣傳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朝令的團隊 他要不要他宣傳那個智慧宣傳 來來來來 謝謝 就欸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新出爐的海報 然後我剛剛帶了一些布卡跟那個 六點 謝謝 喂 大家好就是 在聽了這麼慷慨清涼的那個 談話之後 就是還是一樣就是要邀請大家 十月四號要來 呃 來錄地寶前 那我們那天的活動 錄場時間是 呃開場時間是 呃下午的五點 那我們是一個夜宿的行動 所以會到隔天 那隔天的早上 呃大概七點 那還會有一個小小的弟弟行動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 互同一半來 就是 參加 對 應該下禮拜就會再公布吧 這禮拜先手 保守弟弟 那我們現在 就是 其實在呃 現場之功的部分 因為就是也很感謝就是 呃 眾多鄉民有越的表爆 所以呃 就是 現場之功的部分大概是 呃 招得差不多 但是我們會 針對潮運 其實這整件事情會 我們有五大訴求 然後每一個訴求都 內容都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們在宣傳上 其實花了 呃 很多力氣是希望把這件事 這五大訴求都 分別有滿人貓 來說清楚 但是呃 目前的宣傳效果 我們自己覺得說 還是不太夠 所以可能大家 就要麻煩大家 再呃 回去我們的 本事專業上 再幫我們就是多宣傳 跟多分享 那我今天帶的庫卡 跟這個 這個叫什麼 貼紙 就是 就是歡迎大家等一下 影響的時候也可以收取 然後 呃 一次可以多拿幾張 也幫我們就是 廣為宣傳這樣子 那另外是 呃 因為下個禮拜六 就是 呃 朝月正式的行動 那我們其實是 想在這個禮拜 可能六日的時候 然後再 呃 比較是針對 最後一波的宣傳 來做一點 呃 呃 努力這樣子 那我們會希望說 呃 就是如果說 現場的朋友 如果有人 在這禮拜六日的時候 呃 方便有空的話 可能等一下會 可以來 呃 我這邊做登記 那我們會是一個 等於是說 希望有一些人 然後我們一起拿著 庫卡 然後一起拿著海報 直接到 譬如說像台北車站 或是說到 新門町 比較人多的一些場合 然後我們來 進行一個比較 呃 呃 直接的一個宣傳 這樣子 呃 如果說大家是 有興趣的話 可能等一下就是 呃 過往問題之後 然後會後就是 來找人來幫我們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你們站在那個地方 人要走的時候 喔 就是跟他講 你要不要來張當主 好 那你們就可以 你可以用那個 呃 很和愛的眼神看著他們 好 然後我當然 這是 讓大家也可以找到你 倒是在那裡 如果有 有興趣的話 可能就找不到你 所以你就馬上 其實我們那個宣傳啊 我們有一個 25年前的那個 藝術家幫我們做了一個 非常大的刮 蝸牛殼 它大概150公分 很長 40公分 快 那那個蝸牛殼是可以直接 背在背上的 然後其實 大概 重量大概有15公斤 所以就是 我們是 我們的宣傳是要 背著那個蝸牛殼 然後上街去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個15公斤 那個其實 實際的背過真的是 就是 你不用這樣 這麼快講出來 我還是做社會運動的 好 就是代表沉重 廣帶壓力 所以也就歡迎大家來 就職業一下 這樣子 好 那等一下 就麻煩你在那邊 等大家 那因為 你們可以先坐下 好 好 等一下 因為 忠銘等一下要先離開 所以我們現在三個問題呢 有沒有想要先問 王忠銘的 好 只問王忠銘 三個問題 好 三個問題 關於戴海心事證的問題啦 關於你對於國家 理想的城市 它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機能 跟實驗性 他剛剛提到那部分 你有什麼想像 如果說你玩 模擬城市的時候 你看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來 林某 好 如果 你是要問忠銘嗎 來一位 兩位 我姓陳子文林 我姓陳子文林 七十二年 離開建築學系 大概宿教 到 上一次 也跟人家去 多在中橋公路 但是那時候我就看到 這個馬先生 畢竟就是一個特務私家的孩子 所以我當時 我看一看就不順眼了 戴海心事證 這些土地 都還是私有土地 被變成多少公有土地 你知道嗎 你可以直接回答 因為時間不夠 以我的數據 我覺得這位 談了一個事情 台灣的公有土地 哪一筆土地的所有權人 寫著你的名字 你是一個台灣的出生者 這些因為計畫 國家的土地計畫 變成公有地之後 你有處分權嗎 我跟你講 都被剝奪了 都被剝奪了 所以今天 我們還要再到 仁愛路去 仁愛路這個路段 是公有地 我跟各位講 如果 二十五年前 是 無可的蝸牛 現在 要追求真正有個潮 我奉勸各位 不是那一天 最少 要佔據比318更久的時間 大家就住在那裡 溫柳住在那裡 住多久 曹的願望 並公務 剛剛講到那個掌聲 因為他講的 這是剛好 是我們欠缺勇氣的問題 對 那也是一個 因為在很多時候 佔領的問題 你要給政府多大的壓力 他來做 才可以boggen 才可以 會有多大的屈服 那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會把這些東西 當作家民化會 就是我們有佔領的形式 但暫時沒有實際上的效果 這也會有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當然也不是 在這裡我們也不是 就倡議說 告訴大家要怎麼做 而是 這個可能性 是可以想一下 在這個草運運動 行動以後 他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既定效果 等下可能請 忠明一下 還是 等下再請一忠男回答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 再一個下個25年 我們從忠孝仁愛到新義去 來 另外一個朋友 來 是問王忠明先生嗎 馬克思 請問謝謝王忠明先生 有一點問題 就是我們說的 不同居 不同接收入階層的混居這一點 我其實報紙的很大一問 你覺得這真的是可以實現了嗎 那另外就是 你覺得 你要實現這樣的夢想 你會提出什麼樣的一個 政策嗎 就是什麼樣的一個 你覺得這樣才可以實現這個東西 我想要請問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其實我有在那個 淡水裡面出過兩年 因為我第一份工作在民主 大概一塊十年前 那 那時候新市政經還沒有 然後到現在十年過去 新市政經是現在的 這一個樣子 我不知道忠明有沒有什麼 這個 這個新市政還有改變的 機會嗎 比如說現在我們都對他不滿意 那他有可能有改變的機會 好 謝謝 其實今天是那個 台灣過兒營戰的第一天 那 我等一下要去開木子葉 嘿嘿 所以 所以我要 這裡幫他先走 那 我覺得剛剛陳先生講到一個 還蠻關鍵的啦 就是那個 產權度轉移 那 那新市政當初 因為用區段徵收 所以一部分是配回原來的地主 那大部分是變成公有地 對 這是關鍵 後來這個公有地怎麼用 給誰用 標給誰 或者是賣給誰 真的就是關鍵 當年 本來要說要幹的國宅 最後只做了一個建案 大海新市政總共一千多公頃 只做了一個建案 叫做 國家新都 一瓶六萬塊 那個時候變成新聞 一瓶六萬塊 可以解決 那一個建案 就沒有再做了 後來做什麼 後來大海新市政的土地 變成營建署 因為現在就是國家財政困難 所以變成營建署 弄現金的方法 本來為了要徵收 本來為了要做基礎建設 大海新市政 讓政府欠了非常多的錢 光是利息每年每天在繳 後來就是靠著標售土地 不但把這個欠的錢補回來 還多出一大筆錢 讓營建署可以去花 這是現在在 不管是區段政設也好 還是其他的案子也好 非常大的關鍵 像 桃園房東城就很關鍵 就是把人民的土地搶過來 變公有地之後 再把公有地變成政府賺錢的東西 怎麼樣賺 很簡單就是標售 但它標售的價格 都不是真正的價值 也就是它其實是便宜標出去的 但是便宜標出去 已經讓政府賺一筆了 然後到最後 財團拿到這個便宜標出去的土地之後 它再去創造第二次炒房的價值 這個就是關鍵的 當年如果大海新市政 至始至終 我們非常明確地從規劃初期就定下 這個土地的所有權應該維持在誰的手上 最後怎麼轉移 拿來幹嘛 就不會變成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第二個問題 怎麼樣維持那個混居的狀況 老實說 這個是我跟朝運團隊 一個非常大的奇異 就是我一直在 不管是朝運還是社宅還是其他的 就是這個居住的團體裡面 我有一點是非常非常極端和偏激 不能講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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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認為社會住宅的來源 不應該再蓋新的房子 因為你再蓋新的房子 你如果要去徵收土地 你會跟我捧面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開發農田 你會跟我捧面 如果你要在土地敏感的區塊 你會跟我捧面 如果要把現在公有土地上 那正在居住的 即使他是違建戶 把他趕走 你也會跟我捧面 所以我真的想不出來 你在哪裡可以順順利地蓋設宅 有一個地方 我絕對不會有意見 而且我會鼓勵你去做 就是徵收空屋 徵收哪裡有空屋 甚至高價住宅的空屋 把它徵收來變成社宅 這會非常直接的 一方面達成我們朝運的目標 二方面做到我剛剛說的 為什麼 因為我把你 地保好了 地保的空屋徵收起來 變成社宅 我就是強迫你要跟 必須住在社宅裡頭的 階層的人民住在一起 你要不要 我就是要 所以這個大概 可是基本上 因為這太激進了 所以從來不曾寫進 草運的任何文件裡面過 但是這是我認為該做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混住 比如說像 我知道其他國家有這個例子 但是你就是 就是要強制 我就讓你們住在一起 為什麼 其實最簡單的 如果我們的社會 沒有被這種階層撕裂的話 像連社會這樣的人 就比較不容易產生 因為他從小隔壁領居 就是跟他不一樣的人 我們追求多元 不只是要讓多元的每一個元素 孤零零的在我們社會裡頭存在著 多元一個非常根本的重要的關鍵在 這個多元必須是有互動的 互相不但是 互相尊敬 互相容忍 常有人不喜歡講 但是有人說容忍 不只是這樣子 他必須 那個多元的不同元素之間要互動 階層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這個社會的階層 之間沒有互動的話 不久社會就撕裂了 我們就會開始產生一些人的 腦袋很奇怪 像一個社會那樣子 而有一些問題 最底層的問題 就不會被關注 所以這個社會的多元 不但是每一個元素都存在 你還要努力的繳獲 讓它混在一起 這個多元才會 重點我可能再追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講的其實是蠻有趣的 因為荷蘭他們也是這樣做 荷蘭他們在做社會住宅的時候 也有很多部分是在跟有錢人的 然後跟收入比較平一般的 那如果說按照你這樣講 是在怎麼樣的牆 是在一棟的建築物裡面 有有錢人的跟沒有錢人 那我們就要想說 為什麼有錢人要住在那個地方 住社會住宅 如果是社會住宅 應該是給那些 沒有 不是讓有錢人住社會住宅 是說這個房子是豪宅嘛 對不對 豪宅裡面 如果它是現在既有的豪宅 它裡面有空屋 我們可以比方說幾年以上 強制徵用 徵收不太好啦 但是徵用可以 徵用來 也不是說 就變成誰的 而是我徵用來 我強迫你租出去 用國家給標準 強迫你租出去 假設你在地保裡有一間房子 你又沒有住在這裡 被我發現了 三點之後 不好意思 你要當房東幫他租出去 而且價格 必須是國家最重要的 來來來來來 他的臉密跟我一樣 沒有什麼好長的 所以我們沒有寫進去啦 所以我剛剛講台灣 有140萬元的空屋 但是為什麼他沒有辦法試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 他發的持有稅 低到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可以 像剛剛說明講的 空屋假在那邊 所以就是加高 加高加高 加到有一天你受不了 你才會覺得你逼出來 就這麼簡單 對 不過逼出來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 讓窮人進去 因為逼出來 他會很高價的房子 出租 所以我的意思是 要徵用 逼他用 給你的價格出出去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idea其實還蠻特殊的 有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特殊啦 就是其實這個世界上其他 其他國家有類似 我覺得沒有資料 可是他的確在其他國家是有 不過這個啊 再問一個 因為終於要離開 所以再問一下說 因為一般我們在開關時 談到那個 徐 阿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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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時候 其實他對於一個所有權的概念 其實算是遲疑的 所以現在這個社會住宅的時候 也有兩種說法 一個是社會住宅的持有 一個是社會住宅的租用 那鍾明你怎麼看 基本上社會住宅的持有 就是公有的 如果我賣給你 那就不叫社會住宅了 社會住宅一定是擁有在大家手上 通常就是政府手上 可是名義上是政府手上 實質上我們希望就是全民共有 那這個全民共有的防射或者土地 我再給需要的人使用 所以基本上他只得到這個使用的權利 但是他也只需要使用的權利 如果我們不是一個 炒房風氣這麼新盛的國家的話 其實大家擁有防射的欲望沒有那麼高 我只要擁有使用的權利 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 等一下我還有一個名字可以拿到 對 我認為現在大海新生 我對他的看法是這樣 第一 目前淡水不適宜在住更多人口 目前他們的整體規劃是45萬人 現在淡水是15萬人的戶籍 但是實際上出出入入包含有四所大學 然後又有觀光課 所以實際上在那邊出沒的人 大概有個17萬 15萬人的戶籍就有個17萬 如果依照證址 45萬人在那邊 不管是用水 不管是交通 不管是其他的 其他的資源全部都不可能夠 所以我認為現在大海新市政 可以的做法是 住宅道樓蓋了就蓋了 也不能把它拆掉 但是這個住宅道來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還沒有蓋房子的部分 其實現在一起 光光是一起 還沒有蓋房子的部分 就佔了一半以上 這些部分應該要停止社會住宅區 一定要轉用 比方說公共服務 比方說甚至產業發展 甚至比方說一些商業用途 都是可行的 至於二期 就保留原來的樣子 現在的樣子 然後在現在的樣子上 再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原則上 我對淡水是希望這樣 就是河岸邊是主要的商業區 然後水堆跟新市政這邊 還有淡大周邊的這個地方 就是住宅區 但是住宅區不要再蔓延了 不要像毒瘤一樣一直蔓延 然後再往北以及往東的部分 就是做農業跟工業的產業區 那基本上就會是一個 我們夢想中 雖然它已經不再是一個新市政 但是我們夢想中的新市政 就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地方 這是我對它的願望 但是基本上現在政府的主軸 還是繼續擴張住宅區 它的目標是40萬人 非常瘋狂 但是我們覺得已經開始 慢慢越來越多人覺得 那是不可行的 所以還是有機會把它 感性依存過來 好 回到這邊 好 那我們就謝謝宗明 問題可以問其他人好不好 其實我剛好奇的一點是說 空木要不要去定義 還不行 沒有 空木他們應該也可以回答 那我們先放它走 下次再把它抓回來 讓大家熱烈的掌聲 非常歡迎 來 剛剛那位朋友 還有幾位朋友 還有一個 後面那一位 來 我們就先 等一下我們第二個 好 因為我自己的問題的話 第一個是說 空木我們會要怎麼定義 也許我們會很 很直接會想說 可能從水電的方面來去 來定義說 只要去建口 可是事實上 這在執行上 可能 並不是那麼樣的容易 也許你可能只是剛好出國不出 然後你這一年來講 你的房屋沒有石油或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 以台灣目前 在房屋石油的情況下的話 一定很難去定義 空屋是誰 我會這樣講的原因是 就是因為 我們需要最多的樓地板面積來去住 那可是問題是 我們沒辦法去定義空屋的話 會導致說 像我們剛剛講的說 我們想要去 想要去徵收地保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們本來去 定義說 也許哪些房子 在地保裡面 它是空屋的 那這樣它會在執行上 會是有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好 如果今天我們有 很足夠的資源 讓你去配置樓地板面積 讓你去配置 很多號的那個 合宜住宅 或者 對不起 社會住宅的話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以前話來講 你的區位會怎樣 會配在台北市北 台灣的話大家會配在哪裡 我會這樣問的原因是 因為我會認為說 今天 新市政 我自己認為 就是說 會失敗的點 其實很簡單就是 我們的薪水是固定的 可是我們交通費等等等於 與你的工作的地方 位置是有差異的 比如說 也許我今天坐在淡水 可是我要去內湖工作 我甚至可能 我到更遠的地方去工作 那我的交通是怎麼樣進行 我一定是搭乘大風運輸 或者使用我的私人運具 而這兩件事情 都會導致 你在可支配所得上的一個更低 那所以我才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你有足夠資源的時候 那你的社會負責的分布要怎樣配置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先收集完問題以後 再來 再來 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剛說我們的政府去評估那個房價 實際上是比實價 大概是實價的兩層左右 那我想問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 不用參考外國界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就是 因為他們評估出來那麼低一定是 比如說可能有些利益或是什麼的因素 然後不直接正正義去導致他們評估 價值比較低的 那 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 你覺得用什麼方式可以 可以 評估出正確的價格 而且不會 受到跟他們相同的 相同的因素 然後 然後讓這個價格是 我們覺得說 利益 然後可以讓政府來 來可稅的 然後另外第二個 問題是說 就是 假如不是空物的問題 就是 剛剛這位先生講到說 那個 沒錯我們 我們的確是很難去定義 就是怎麼樣叫空物 但是 有沒有可能 就是有沒有可能 發起一個 就是比較 類 就是類似像國外 國外有很多那種 佔領空物的行動 有沒有可能發起一個 短暫 但是看起來 看起來比較 有點激勁的 有點激勁的活動 類似像 壞一把 財政府那樣 可能佔領那種 有可能去佔領空物 然後POSE 就是民間跟政府來 證實這個問題 大家都在想策略 不過這 當然還有一位 後面那位 我們如果是學生會 然後 我是一個幹部 然後就是我們 因為就是哪個學校的學生會 台灣大學學生會 台大學學生會 哪個 什麼 新聞部 新聞部 好 然後我們主要是 下一周就有一個造型跟草音的 編合宣傳 可是 重點就是 每次我們在宣傳 相關社運的時候 同學就問說 你們這樣上街 我之後能幹嘛 就像 想要最嚴重就是 上次 閃縮案上街頭的時候 隔天還是看到 就是 法輪懷出來 就是 講樣話 然後一樣的影片之類 然後就是 就是我第一個問題想說 除了 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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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外 是不是 重點應該是擺在 如果去影響 就是 既得利 或是影響法律面 或是影響俠面 就是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 這五家訴求 我覺得 其實牽涉到 就第一個就是憲法 就是 駐水路線 然後第二個是 不是駐水路線 不是駐水路線 然後第二個可能是 駐水法規的改變 第三個可能是 有什麼 或是那些 變動太多 就是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一個 最主要的訴求 然後 如果 如果自己 如果法律樂紀念的話 不紀念啦 就是觀點 我會認為是 持有稅最重要 就是 把持有稅 就是升高一點 這樣幫控出來 才有什麼可以談 就是不然其他 都只是 不然簽一簽就是 大家都很簽 我也可以簽啊 就是臉書文簽的其實 有簽跟沒簽的其實 我覺得差不多 對 所以你這個傳說中的 DVD相簽 沒有 沒有 那這有三個問題 那三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是 關於空污的問題 然後第一個是 社會主宅的問題 然後第三個 那個 那個這樣說 在所謂的社運運動路線以外 街頭路線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配套 如果萬一 在朝運結束以後 要嘛就是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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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先生剛剛所說的 要 扶完之功 對 持續性的 佔有的那一路段 好 那個 柳文像他的呼應是這樣的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沒有其他的 替代方案 比如說說 文藝會的方式 修改方式 黑油權的壓力 的方式 所以他也提了一個解決方案 關於 所謂的 對於持有稅升高的問題 所以 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分開來回答 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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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也有什麼選擇去 進入聯署 那其實我們也是支持說 空屋 空屋這麼多人 國家應該要積極的介入 不管是徵收徵用 長期托管 或是長期租用的方式 這個我們的立場上 其實跟忠銘剛才講的 是一致的 因為剛剛 剛剛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案例 在新北市 新北市是全台北市空屋率最高的 已經百分之十點多了 比如說如果你說十個裡面就有一個是空屋 那 可是新北市還要再變化這麼多公有地 變化這麼多公共住宅 然後變成商業區 再大量大量的新蓋很多新的住宅區 那其實這個是在 這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明明屋子空屋率這麼多 還要蓋這麼多新的房子 而且還要用我們公共的資源去投入 不管是從公有地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變分上 所以說我們的立場也是認為說 這些公有空屋率 剛剛提到說 我們確實應該要去更找出說 哪幾種空屋的定義 而且透過一種什麼樣的方式是 即使行政機構應該要有積極的調查說 到底有哪些空屋 什麼樣的空屋形式 然後可以有什麼樣的轉化 或者轉變的可能 那至少在新北市那邊的居民 都會跟我們說 哪幾棟哪幾棟都是賣不出去 都是空屋 都是長期那些建商長期持有的 那其實問當地的人 其實大家都還蠻清楚的 所以另外一種方式也可以說 我們民眾也可以做一個什麼空屋地圖 哪幾些空屋的領域 是我們早就知道的 而且長期就是沒有在使用的 我覺得這兩方面都可以 就是對於我們怎麼樣去調查出 什麼樣是空屋 那空屋到底有哪幾種不一樣的形態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的是這些 那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再繼續思考 就是說像我們發掘了蠻多的 像是違規的工業區域變住宅 還有的是明明就是商業區域 可是現在就違法的蓋住宅 那各種各樣的這種違法違規的住宅的使用 那人民到底有什麼權力去干預 我覺得剛剛提供的這種站屋站領 或者是發出人民這種怒火的聲音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可以思考一些 可以往各方面行動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我們也希望可以到時候有這樣的行動 號召大家跟我們一起來 謝謝 不過阿伯 這個問題是我們有100多萬戶 就是說如果說空路有100多萬戶 那我們要去佔領的話 佔領的話 我們也需要100多萬戶 其實好像有點往下想是說 因為它有一個規模 還有包含時間的持續性 長期來講是不是 就是說這個有沒有其他國家的案例 可以提供我們 剛剛你講的那個站屋的可能性 有沒有其他國家的案例 其實其實有蠻多國家都有這樣的案例 但是余婷要這樣 這樣子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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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針對空屋 到底要怎麼樣 第一空屋它是行政上的問題 那的確現在行政部門 他也有在考量說 就是我不要單獨的社會主宅 或者就是趕快來利用民間信用資源的空屋 來做一些譬如說 有利民間釋出這些空屋 像新北市就這樣的政策 可是他做了一整年 其實空屋的媒合率 它就是媒合民間的房東 跟有需要房子的租客 那租客 他就架了一個福建的平台 就等於說 我政府要來第一房東釋出這些空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他做了一整年之後 其實房客當然就會點 我一定會想租房子 我想租什麼樣的房子 我會上門去等於跟政府說 我要租房子 所以房客那邊的資訊就會有很多 但是你要如何誘使房東把空屋釋出 在台灣現況就是房屋的持有稅 這麼低的情況下 是根本是沒有利潤的 那或是說大家其實就回到說 雖然說我們講居住權是重要的 土地、房子和市商品 可是它就是有這樣的交換價值在 可是在政策比較 政策所得就是 稅制的改革還沒有完全徹底的執行之前 你要怎麼樣讓民間的一般大眾去 就是有利用力去把那個空屋釋出是困難的 所以幸美是在做這樣子的一個愛心房客每個 做了整整一年之後只有一個房東 拿出他自己的空屋來 然後說我要去給一個有需要的房客 然後那個房東甚至是 應該是他們自己的自己的事的人 就是要出來的房子這樣 對 所以那回到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有更激進的行動去針對就是 各地就是我們現在有知道這麼多的空屋 甚至是要來有站務的行動化 其實在國外的案例可能會比較多是針對 因為真的是荒廢比較真的荒廢在一個 比較偏遠的故事的角落 然後他是已經過了一段時間很明確就是一個 也只是空屋釋 還是一個可以使用的一個空屋釋 那我很會去做這樣一個動作 那張夫其實他除了是說我是 就是代表是我要去做這樣的一個行動去宣示說 我們對於居住的想像 對於居住的重要性的一個在行動上的宣示之外 就是通常是會以國外的方式通常是以藝術的行動來呈現 那實際上應該是實際上的案例 對那如果說我們當然會希望是 因為回到是在台灣 我們到底要怎麼把這樣一個空屋的資訊去整合去把它呈現出來 那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跟居住的一個案子 就是有做一個案子是公有地的大行動 那大家可以上網搜尋天龍特工地自己的關鍵字 那天龍特工地其實是先去把台北市的公有地去把它搜尋出來 像之前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就是柯P跟顏聖文 就是在爭執住宅這件事情的時候 顏聖文就指引柯P說 欸你說要蓋五萬戶所有住宅 那地在哪裡 那其實地就在 大家可以去天龍特工地這個網站去查 地全部就在這個網站 你們所找到的資訊當中 那針對其實公有地的地 其實公有地其實又跟公有 會有一點 因為公有地的資訊 我們其實就可以跟政府就是 或是政府的行政部門 需要到很清楚的資料 可是如果是針對公有地 除了說可以針對比較明確 就是黃沛在那邊 或是說像剛剛阿菲講的就是 房東的鄰居可以明確指出 這是公有地之外 其實那就會需要是 大家要去關心居住議題 才有辦法來回到是 我們去把這個整個資料庫 來做健全一個完整的部分這樣子 好 謝謝 但是我們還有幾個問題 是關於剛剛講的 好像你是贊成持有稅 然後還有一些稅的問題 比較要請你們重來問 首先回答稅的問題 剛剛這位同學講到那個 沒有實價課稅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那位報告就是說 現在台灣的平定的房價 包括房屋跟平定加起來 大概只有市價的文 就都有10到30 那他可能說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能會報告 其實已經通過了阿 我的偶像 馬總統 早就在這內通過了實價登錄 所以你現在有 他有七百萬筆的土地資料 都已經一次一次的提進去 所以 其實現在 我們下面的房屋有兩種價錢 都是官方給的價錢 一個是剛剛我講的政府的平定 這邊只有市價的20 這個就沒有差 另外一種就是 以實價登錄的價錢為準 這個價錢就是實價 用這個稅計去客戶稅的話 馬上會去律政 但是政府不敢做 因為做這個 會得罪到很多金屬 得罪到很多大戶 再回到剛剛那位同學講的 持有稅的問題 其實 台灣的持有稅的稅率 並不抵不外低 我們的持有稅一般 是1.2到3.6% 自助的話是1.2% 那如果你是擁有 第四五以上的話 他是最高可以累積到3.6% 其實這個稅率跟國外是差不多 那為什麼剛剛講 台灣的持有稅只有美國的10分之1呢 就是因為稅積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在課持有稅的時候 還是以政府的公告 地價跟房屋平定限制去課 如果你可以改成 課持有稅的時候 用現在實價登錄的價錢去課的話 馬上會去住這裡 那根本是沒錯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草原本也不是那麼親切 所以我們是主張 非自用的部分 在以實價課 如果你是自己住的話 你家裡有兩戶房子自己住的話 我們認為可以 一時價課 但是可以給予解僱 然後你房子住了五年 住了十年 你一直給予解僱 所以 我們的最大的原則是 不要傷及服務 台灣有 台湾有六十八萬戶 擁有三房以上 所以我們的卡別 就是我們要客戶比較多的稅 其實只針對這 擁有三房以上 甚至四房 台灣有四房大概是二十萬戶 所以我們是從這裡開始動 至於大家裡 只有家裡一間房子的 兩間房子的 沒有房子的 根本一毛 一毛睡了回家 所以不用害怕 應該是政府在害怕 因為 擁有最多房子的 基本上就是他的金屬 他不能得罪他的金屬 這個是可悲的地方在於 當我在講 我的偶像的時候 另外一位 蔡英文主席 其實也做得不適合 薛寧 我們在開啟的時候 我們去講薛寧 你知道薛寧 一年賣掉幾間房子嗎 九十七間 他去年一整年賣了九十七筆的房子 是立法院 一百六十個立法裡面 草房第一名 再用一個人 薛寧 民進黨的不分居立委 他現在擔任財政委員會的招惹 誰中文怕這麼做 誰 民進黨 對啊 所以當我們在罵國民黨的時候 有時候要很心思維 民進黨做怎麼樣 那為什麼薛寧可以在民進黨 馬上分居立委 又可以懲罰 又可以擔任財政委員會的招惹 而蔡英文放不了他 所以他有人 他是金主 他老公是金主 他有人通黨員 這就是社會的現實 所以我那天開啟的會想回去嗎 我會希望今天的國民黨 我會希望今天的民進黨 變成明天的國民黨 到底可以進去 從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再開放兩個問題 好不好 來 一 二 三 好了 這三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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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今天是有事 很難想提到 結果是差不多是8 點四 才來 那我聽到後面 你慢慢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一件我們退休的老師 在台大 退休了已經14年 我是沒有大幸福的 那基本上我們希望 把我在裡面的宣傳 就像各位的這些意見 我在課堂裡面都會講 當然我們也歡迎說 有的朋友跟道普的朋友們去明講 那我簡單說一下我的觀念 我是20年前開始做教育改革 司令您剛才都知道了 我是第一屆教育人 我們不得希望10年之內 就把台灣教育再變好 但是現在20年我們可以看 現在我們的教育跟20年前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 只是大學增加很多 爛大學很多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升大學了 但是我們的素質很差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什麼呢 基本上我們的國家不願意把 有用的錢 很少的錢 放在有用的地方 譬如說像教育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不願意 其次我們很重視的是什麼 是很重要的一些立法 到現在都沒有立法 所以說我覺得土地正義的事情 是一個整個國家的一個部分 而不是全部 它的最上層 最上層概念之下 應該是國土規劃 我們的國土規劃花了二十幾年 現在只多過兩個招 原因是什麼呢 兩黨基本上都是跟大賽關係的 我現在不客氣了 我們到現在來講 一定要講實話 在座裡很多 有的是國民黨的 有的是民進黨的 都沒有關係 這兩黨都有幾部份子 但是呢 主要的權力 都控制在跟大財團結合的 這些人手上 所以我覺得 不管你是用去佔領 空母也好 或者去遊行 我不可能每天遊行 也不可能永遠佔領 那是花很多的精力 所以我都覺得 我二十年來的經驗 我覺得唯一的辦法 就是進步的人進立法權 這是最基本的 但是呢 很不幸的 我們現在想把這些 進步分子結合起來 大家都是各立山頭 這是我非常衷心的地方 今天我聽到 在座講這些話 我覺得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這些事情都可以立法的 但是呢 你就用 不管是馬有九也好 九也馬也好 他都會 在你講的時候 他都會簽字的 都好好好 但是後來呢 他就說 他有困難 或者另外的黨 說不同意 所以用很多的方法 說不能實行 並不是說他不想實行 實際上呢 就是不想實行 所以我覺得 四年四年一次選舉 如果說 我們都寄望這兩黨號 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 把所有進步分子 因為我 這邊 我來很多次了 都是非常用心的想台灣未來的人 那這些人 如果不結合起來 如果各地山口 我說非常可惜 再過十年二十年 台灣不一樣 像剛才 在那邊 在那邊有投影片 那個歌聽了以後 我非常的傷心 我非常有困難 那個歌 你如果說 我們繼續讓他 諾言諾言 二十年以後 還是在日本唱 更重要的歌 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應該要思考 絕對應該思考 是不是可以 把所有進步分子 不要說 光是現在是土地正義的部分 現在農民很慘 工人也很慘 還有很多的這些 社會一些弱勢很慘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人 都結合起來 大家再一起開會一下 我們想一想 先從什麼 不分區裡面去看 有三十個人 三人 五十萬一張票 如果說我們能進十個 就是五百萬人 十個 整個的我們的立法院 就改變了 整個的立法院的生態 就改變了 我們就不需要 每次都是 婆婆媽的要求他 好像剛才 剛才有一位 講的 董董 董董 我不需要有目標這樣 我們很希望說 每次表演 對我的建議 好 謝謝 他是表演 只是演得太像了 讓我們也會產生反感這樣而已 然後 剛剛還有一位 我們這樣簡短好不好 那個問題當然 其實大家的comment 但是時間不要太長 來 大家好 就是說剛剛講到 國民黨也有進步分子 那我很希望國民黨的進步分子 也可以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關於那個 惡例三頭的事情 我覺得 多黨政治本身 就可以解決 惡例三頭的事情 我們不要很喜歡 這兩黨政治 那我想問 主角的事情是說 那現在 年底四議員投票快到了 那個 在2016的立委選舉 其實那四議員選舉只差一年而已 因為是2016年初就好了 不是2016年底 那在這樣兩次很密切的 選舉過程當中 比想說 我們主角的人 有沒有投票策略 如果說能夠有參選策略 是更好 那我在這裡要特別提兩個人 就是說 蔡英文的投票者 他們兩個人形象是很好 可是他們兩個並不一樣的政權政策 而他們兩個必須依附在民進黨身上 那民進黨這個政黨是有問題的 我是不太同意說 現在比他們兩個形象很好 然後吸引很多年輕人去他的政院裡面 就好像戈蘭偉一樣 戈蘭偉把參選人割掉之後 他投誰呢 又把選人問問題就丟回來 我覺得很可惜 為什麼不是戈蘭偉這些年輕人 你們就自己出來選 我就把他投給你就好了 謝謝 好 這個選舉的問題 我們可能要等 過一段時間再來講 因為 因為當然 有一種好像覺得說 他要去解決台灣未來那個 大家把政責大人的交給你 然後感覺他要當那個黨主席一樣 公民團體 要把他第三勢力要出來 那沒關係 我們就等一下看他能回答到多少 好 再來還有一回 剛剛還有一回答 喂 那個 台北市那個 新北市 新北市沒的房屋 為什麼找不到 問題就是說 因為新北市的房屋 他們不想給政府登錄之後呢 怕被徵送 可 所以就像大福安這樣子 或許這次的點 他不會搞什麼動作 因為我們家之前要申請設務民主的時候呢 房東一直不給我 他說 你這個東西會不會政府登記到 那給政府登記到之後呢 以後會怎麼樣 都不敢保證 我的房子有可能 就沒有辦法資產這樣子 那還有問題就是說 剛剛說那個要徵用那個空房子嘛 說給窮人住 那時候是階段性的目標 但是長期性的目標 還是說 還是要扶到就位之後 可以用這樣子 對 謝謝 謝謝 我們進到時間 阿伯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好 空步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我們還沒有想那麼清楚 所以我覺得 至少階段性的事出 都是好過於 垂斷在那種 閒置的狀態 那到底長期要怎麼經營 我覺得現在沒有一個缺錢的答案 對不對 那 比較是剛剛 回應剛剛那個張老師 提到的是說 其實我們 對於參選的議題 其實我們是人民民主政線 是主張說 小老百姓自我要奪權的 所以怎麼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懼 然後去突破去奪權 是我們 我們相信而且是希望 如果要破這種政黨精權的話 要靠一般人 要克服心裡的恐懼 要敢站出來去參選 那我覺得 像我們這一次去草運去地保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象徵 象徵的地方 怎麼說 它其實地保在之前 是國民黨黨產 是中央網路電台的總部 在那之前是日產接收的 在日產在之前是誰的 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種人民的 所以我們如果回過時間的軸線 來穿透的話 那個地應該是屬於 一般人民的 到最後 到怎麼會淪落到 這種財團結構的手上 而我們的這種 金權政治 是沒有辦法 讓人民能夠保障的 而是透過這種時間的軸線 日產後 國民黨黨產 而到最後變成了地保 這種高房價的象徵 所以我覺得我們 除了這一次要去地保 所以我們也要看透這種 化工尾石 一直把那種 競選結構 壟斷的這種結構 所以我們人民鼓順先是 希望大家一起 跟我們能夠 一起人民站出來 多選參政的 謝謝 我們剛剛其實 遺忘了一位 19歲的女孩子 她應該可以 對我們參政的問題 提供一點方向 來 張琦來說一下吧 關於參政嗎 格蘭偉 剛剛我說到格蘭偉 有很多年輕人講 其實格蘭偉 有很多年輕人 其實還沒有到法定年紀 可以參選 然後所以我自己本身有一個 就我本身也有在參與 一個叫那個青年佔領政治 然後是希望這個投票權 可以下修 就是要低於18歲 然後被選舉權可以 也是小於23歲 所以我覺得 因為大學生要具備一個 應該最有時間也最有閒 然後最有能力 有多力思考能力去面對社會不同 台灣各種不同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除了 不是我們可不可以去參選這件事 是這個體制下 我們能不能夠參選 才是一個更大問題 對 如果我們現在就成立一個國家 我們稍等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要 我們稍等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 他雖然說他不能參選 那比他年紀大一點點的 應該可以吧 那我們問一下 那個一種吧 不要到 如果真的要選舉的話 我老實跟你講 如果以我個人 後協會的立場 綠南 是目前我們最欣賞 可以支持的 因為這回黨真的乾淨 公立黨不乾淨 民進黨也不乾淨 你去看航空城那邊 草航空城那邊 你在罵吳之洋的時候 你去看看還有誰買 民進黨很多議員都買在航空城 所以不要理我 說民進黨有多乾淨 綠南 剛剛那位王忠銘先生 目前是擔任綠南的發言 那他今年年底要選 10億元 但準確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讓他進議會 再來 剛剛講到那個選舉這件事 雖然不分區立委的選擇 目前對這些小黨不公平 要過百分之五的難檻 但是如果各位 既然是兩票字 可以投黨的話 把票冠給綠南 讓綠南超過百分之五 他就有三期能力 我相信台灣 從綠南開始 也許是一個改變的企業 老拜託我也不是綠南 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謝謝 不要被開除 所以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是去臥底的 來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熱烈掌聲 謝謝 他們跟你們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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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